如果是最要退休的名字 你就開始會想說我要游三萬手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會開始補充營養什麼 因為開始身體出問題 症癌症那邊痛 所以你就會看醫生的頻率增加 我小時候看我祖母 為什麼從頭一定放一罐綠油精 為什麼你會頭昏眼花鼻子不舒服 哪裡不舒服 又用那個來擦嗎 驅風油一定都有的 那個什麼 鼓標和精油 我很少忙 我到現在為止我身體不會傳統 我大概一天到你們講說我這邊飄痠這邊 我完全不會 你每次講比較好 是沒錯生腳還是有影響 但是第二個 我每天運動 你孩子通常會比較不喜歡運動 你就在裡面運動 你必然打到那種東西之後 就夠了夠不難 所以人為什麼 我說你們這個世代 你們自己要想看看 我活到130的時候 你們真的要很慎重的去思考 對這一種問題 你們必須要面對 你們這個世代打孩子 我們已經沒有機會面對 我們能夠活到100歲 我預算我可以活到130 100歲已經很長了 你想看看 你們要知道這個 一個世代大概20歲 20年 我爸爸那個 我主任那個年齡 平均年齡大概60歲 我爸爸他們80 90歲 我們這一代 100一次而已 110 你們這個世代 130 絕對有比 你們的下一個世代 你們的兒子 你們的他們 150 絕對跑 日本現在已經出現 全世界最長壽的人 117歲 還活著 他就喜歡喝酒 日本清酒 人就要活到117歲 沒有這是可能的 現在都已經可能了 以前哪有聽到117 壓得心 變成妖怪 有那邊妖怪的感覺 有那個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我希望各位 越快越好 趕快把自己學到某種程度 你能夠分解 你能夠看懂 日文的 所報導的相關的東西 第一個階段 你一定要先看懂 看懂以後 你在練習 或者表達 這兩個動作有了以後 每個人拿自己藥物 不要去比 沒有什麼好比 大家一起學 絕對不可能一樣的 不可能 你也不用羨慕那個很厲害的同學 很厲害的同學 他回去 就花很多時間在念書的 那你自己不夠力 要表示你用功夫 書人家 就這樣而已 但是你的目的又不是要考N3分2N1 對不對 那你只是 第一個哪怕時間 第二個快樂 這樣就好 你要怎麼 沒有 真的啊 想完的時候一結婚 趕快去哪 最近可以買日幣 日幣 那天已經到9點 那天最低的時候 一塊台幣可以換3.98 我那時候沒欠 25 25 那天2512 點到512 很低啊 都快25了 我就在等說 結果沒有 昨天就拿起來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你們那個 那個東西就是 像我的習慣就是 我看他第一的時候 我去買一些小的 那用 現在用著 一定會用到的啊 但其實什麼 那種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你們要慢慢改變觀念 那個觀念改變這樣就好 我舉 我舉 最近看那個 同學寫的東西喔 那個 我從同學寫的東西很愛中 發現到了一些 造句上的問題喔 你們要慢慢 現在開始練習所有的套館 以後喔 要慢慢去遠距 為什麼我句子架構出來 有問題 你們要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才跟各位同學講 不要怕寫錯 我們因為會寫錯 所以你就會不敢寫 不敢練習 你如果不敢練習 你永遠沒有機會 真的永遠沒有機會 我舉這個例子給你們看 我們先選擇 為什麼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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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 隨便舉這樣的例子 我預計記憲詞是怎麼寫的 千萬不要認為說這句子很簡單 或是這句子很難 我一定要寫出怎樣的句子 所以我只要想把我所想要表達的東西 能夠傳達出來是ok的 你不用在意長短 你要在意的是正不正確的 我傳達給對方的訊息是對的 這樣就ok了 你們現在要練習是 第一個我怎麼樣架構出正確的句子 他不會錯誤這樣 所以不管怎麼樣 各位不要去在意簡單或難 沒有 語言基本上不應該分等級的 不應該分說怎麼N5N4N3N2N 為什麼 這種東西基本上是 不存在 真的不存在 我問你們 我們在學中文的時候 小時候 如果你一開始就叫他很難的單字 他會記不住嗎 不會一定可以記得住 100% 真的 為什麼誰規定說一定要從1234 簡單的開始學 那我觀念不見得是對的 你們是想看看 朝期的思數 一開始是讀什麼東西 四書五經 對不對 地紙規這些東西 你覺得那個簡單嗎 你把三字經拿來看看 三字經很多東西你會看得懂 原文你去讀看看 那為什麼那些小孩子可以記得住 因為他是靠記憶 根本就把它當圖像直接去用進去 所以文字本身沒有所謂的難易之分 完全取決於你吸收的過程 語言的學習是這樣的 同樣的道理 你說這裡面什麼叫簡單什麼叫哪 沒有 好 同學現在你們練習 好 這樣的句子之外 哪裡錯 哪裡有問題 有東西沒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 你們要注意喔 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你們就是要練習什麼 哪裡錯我馬上能夠發現 你要練習什麼 為什麼 老師為什麼厲害 一天到晚在感應學生的錯誤的地方 所以他們很容易去不自覺的 會發覺到學生的錯誤 你慢慢的習慣以後 你的敏感度就增加了 就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了不起 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講說 幫人家改錯 或是自己去調整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自己進入一個什麼的生命 我經常跟學生講 你要真正懂動詞變化 你去教會一個不會字文的人 學會動詞變化 那表示 你對於那動詞變化 你接受 你教會他就OK 教不會 表示你還沒有完全調整 這這麼簡單 來 各位告訴我 哪裡有問題 你 你 為什麼你不行 你不行 很好 這個就是要卡 為什麼要卡 因為這個動詞有關係 那動詞有沒有問題 我可以告訴同學 你們每個人 在看這樣單字的時候 當他排列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一下子看到那些字 不見的你會很敏感的發覺到他錯誤 要記住喔 寫的同學會錯的 也代表著跟你同時學的 我們都會經過這樣的過程 所以一旦你能夠發覺他錯誤所在 以後你就不會再錯 絕對不會 因為表示你對於這個 為什麼 就是我可以在這邊發現到 這個不能用你 我要用卡 因為這個是持續動詞 我們講過持續動詞一定要用卡 你一定表示點 所以你一定要加瞬間動詞 工作 休息 這些面書 這個都是屬於持續動詞 所以一旦持續動詞出現 我這邊就必須要用 時間的段落 我不能用時間點 時間點的後面 一定是用瞬間動詞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 日文助詞的使用 取決於後面的動作 動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動作是怎麼樣的樣態 我前面用什麼助詞 就跟表示定點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日文助詞的使用 完全取決於 最後面關鍵點是在後面的動作 因為中文裡面 對於時間的概念 非常的薄弱 所以我們沒有太注意到時間點 或時間段落 或是對於時間的差異的感覺 我們非常薄弱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都希望各位要小心 好 再來 後面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說每天早上 從八點開始工作 然後到六點 這個時間點回去 我回一下 你看嘛 我們一般取緣的都是 好啦 他這邊用的 變成用來做限定時間 在那個時間點 在那個時間點 也就是說 我如果沒有這個你 好 我問你 有你跟沒你的感覺 差在哪裡 沒錯 有你的話 我一定 時間一到我就走了 那一種感覺 Mate的話 就我不一定 在這個時間段落裡面 隨時會走 有壞 有罵 如果是加密 我一定是在六點整 那個公司的鐘一響 我馬上就走了 那樣的概念 所以那是有一點故意的 好 再來 這樣寫的時候 把一個句子拆成了兩個句子 並不是很好 那現在我要把兩個句子 變成一個句子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也就是我要把它改成 每天早上我從八點開始工作 到六點整 我馬上就回家 對不對 那應該怎麼改 蛤 改成什麼 黑形 對 很好 所以黑形要變成什麼 法達拉 達什麼 對 法達拉你可以 或者把它改成什麼 我們講過 黑形代表中子形 那另外一個中子形是 什麼變 所以要變成什麼 法達拉去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明天早上八點 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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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點 六點 等你開 這樣的句子就不用了 所有的感覺就跑出來 知道嗎 但是你如果把它切斷切斷 沒有我希望各位列情這樣的表達是在告訴你就是說 如果我全部用列情可不可以 對 完全對 具構上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你把 變成兩句話 這邊一句話 這邊一句話 味道不一樣 我把兩件事情串連在一起 就是 使用黑形 或者是 第二變化 中子形的概念 這兩個中子形都可以用 然後 加上去就OK 走 有沒有問題 好再來 兩個都是中子形 所以 我跟你們講過 像你們學到進階高級六的同學 注意喔 日文的最基本就是中子形 只有一個動作的時候 中子形有兩個 第一個用K形 第二個用MAS形 去掉MAS 對不對 MAS不保留 去MAS 這兩字 是不是 這個就是 去MAS 沒有問題喔 好 第二個 如果動詞加動詞 一樣會出現兩個 動詞 K形 加動詞 那不就是 第二個就是 動詞MAS形 加動詞 這兩個動詞 形態有什麼不一樣 這表示連續的動作 這表示什麼 復活動詞 是不是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併用的 這個是 兩個動作 先後動作 這個變成一個新的單字 對不對 這是複合動詞 他變成複合動詞 變成一個字 是不是 好 如果第三種動詞加動詞加動詞 的時候 對不對 變成一個動詞 拉出 加動詞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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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變地要變化 長為名詞 當動詞 動詞 動詞 在家製成 變成一陣子 拉出去 你說這個要去嗎 對不對 當然就 所謂的MAS型就是 用第二陣子 這概念 好 那你看 如果動詞加動詞加動詞 一樣 我也可以用三種 第一個貼型 再加動詞貼型 再加動詞 第二個 變成動詞MAS型 加動詞貼型 再加動詞 是不是 三個動詞的時候是這樣 四個動詞一樣 我一樣 就是把第一個改成MAS型 也就是一直在強調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 概念 管它一個動詞 兩個動詞 三個動詞 四個動詞 五個動詞 都一樣 那為什麼要把第一個改成MAS型 這樣感覺上句子變化比較大 但是台灣的學生很不會用這一種 很不會用 不太敢用 知道嗎 但是你注意去看日本的小說裡面 經常就會出現第二變化MAS型 那一種 拿來當空子型 會經常看到 所以一定要小心 概念有一點點不一樣嗎 我講過嗎 這個你也可以把它改成MAS型 這個動詞 用Ti-DASMA 如果我是這樣 用Ti-D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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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hitas就是我推妳 就直接推到外面 這叫Oshitas 這個如果變成Oshitas的話 只是我推妳 妳自己滾出去的 兩個動作 我推妳一下而已 妳自己站不穩 跑出去線外面 那個叫做Oshitas 你們一定要建立這個動作的概念 貼行一定是一個動作結束以後 第二個動作再跑出來 貼行的概念是這樣 我一個動作做了以後 才會有第二個下一個動作 這個中間的距離多 時間多長沒有 一點關係跟我們 他不會去強調這個時間 他只是在強調那個動作 所以我跟同學講過 我早上起床刷牙洗臉吃飯上學去 是為什麼他就不用K 就是因為起床是一個動作 刷牙是另外一個動作 這在講我動作的順序 刷完牙以後再洗臉 然後再去吃飯 然後再上學去 他的動作是一個接一個 接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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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用這樣來表達 每一個動作單獨的時候 妳當然妳就可以用這個 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動作個別一個動作 這是兩個動作連在一起 這是三個動作連在一起 那這兩個動作有什麼不一樣 一樣也是這兩個動作再加一個動作 再後面 這樣子喔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看 這兩個動作 因為你們像你們高級子文 其實到高級子文就這樣啊 是不是三個動作 三個動作 黑醒黑醒的動詞 黑醒黑醒動詞 對不對 第二變化黑醒動詞 是不是 我現在講的三個動作給你看 這都一樣最後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是 就是 押忌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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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把妳推出圈圈圈外外 我把妳推到外面去 以後 他就死在那邊 推出去就死掉 對不對 我先把他推出去 這一個喔 推出去嘛 第一個動作結束嘛 我是推到外面 他才死掉 這個是我一推 他自己跑出去 然後再死掉 是不是概念都一樣 這是三個動作嘛 一個 兩個 三個嘛 這是一個 兩個嘛 這樣聽到喔 差異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妳的用法要注意喔 每朝八時卡 六時パテ 你最好如果要加2 パテ 你最好如果要加2 你 趴大來 起 或者是 趴大來 提 卡 開用 ok 好 這個很好的問題喔 可以進去看喔 好 這樣 前朝八時卡 他只把這個 裡面的單字座從 排列座而已喔 六時パテ 你 趴大來 提 他只是加了這個 一樣把這邊用K嘛 是不是這個動作結束 有沒有 這動作結束 K 終止再來 最後回教 是不是 各位 文法上完全沒問題 但是邏輯上有一點點問題 找上看 邏輯的問題在哪 你看文章 蠻有意思的句子喔 所以我才跟同學講 為什麼 那個 文章不要認為單字用的很簡單 就表示不好的句子 沒有沒有 這裡面你藏著很多句型 Kara Made Made Ni的用法 以及Kaka的用法 兩個動詞K型的連結 表示前面動作 Ogen動作 不同動作的 用法 像我昨天在半江上課 這一項 第一次上師體課 裡面有一個日本學生 還是 從 也只是歷史性轉過 日本 結果 結果我教他們八大劇情的時候 那日本學生也嚇一跳 他說老師為什麼有這種理論 我說沒有 這是我自己做的 他就覺得 他來臺灣才第一次看到 一個死 一個住死 一個死 一個住死 唯一劇情的禮物 他都不知道日本劇情只有一個 他說他第一次警告 嚇人一跳 我說沒有 這是我自己發明 都亂交 他在那邊講 沒有 那個女孩子 他是將來打算留在臺灣交入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既然將來想要做這個 你就現在必須把所有交離課程的老師 臺灣的老師 日本的老師也好 他的教法你認為有用的 全部要先收進來 而且現在就要做補給 要不然將來保證你全弄 就是要現在開始收集 要開始要做功課 你不做功課都不行 你沒有辦法去體會保證 所以為什麼我要開始讓同學開始嘗試 這樣的句子 有什麼問題 兩個動作沒錯 先工作然後回家 對不對 黑形概念 對不對 那現在這邊問題在哪 沒有 我講的是邏輯性的問題 同時巨型的問題 巨型沒有問題 邏輯的問題 你翻譯看看幹嘛 翻譯看看 翻譯看看 這個沒有 紅色字是 這邊 做完前面的動作之後 馬上怎麼樣 這一定 一定代表 做完前面的動作馬上做 所以只能用在Mate 你用Mate就不行 Mate沒有馬上的意思 Mate 表示時間段落 對不對 你一定表示時間點 所以他這邊是這樣是沒有問題 可能嗎 我6點1到我馬上回家 沒有那只有台灣做不到 歐美 歐美的公司你去看一看 直接一到 鑰 全部走人 真的啊 我聽我理由講到 他們在英國上班 直接一到公司的鑰 一響 只聽到一個聲音 就是關電腦的聲音 每個人就翻了就走 只有台灣的 台灣的上班子是 看著老闆在上班的 老闆沒走 沒人敢走 那是不對的 那是不對的 你們現在年輕人的概念 不能有這種方面 真的真的 他們的上班子哪一個 不是都在那邊等老闆下來 老闆要是不走 你會死在那邊 每個人都在那邊浪費生命了 因為不好意思走 其他同事沒有走 你也不好意思走 那都這樣嗎 有啦 台灣有准事走 就是那個什麼 公務人員 以前的公務人員 真的啦 以前的公務人員很糟糕 你們不知道 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同學是立法院 公務人員 他在立法院 你就知道 他可以利用白天來那個 我們研究所上課 就有了 不用請教 上班是沒有打麻 是啊 上班時間打麻將那個什麼 養不起 打麻 盲線 那很正常 哪一個不跑去打麻將 哪都有 現在稍微 現在看那個螢幕 再看那個什麼追劇 就被告了 被檢舉 以前 我真的跟你講 以前立法院那些辦事的人也多混 五點下來 三點每個人的包包都爭議好 因為我常去找我同學玩 我很好奇立法院到底在幹嘛 一天到晚進去裡面吵門子 都熟 然後一看到還有三點多就開始在爭議行李 然後就開始馬屁聊天 吃下午茶 那種公務人員真的可惡 哪有你 沒錯 那當時的工作 把公務人員的一些派遣場面 以前他很怕 現在的服務都已經很好了 以前他有這樣子 今天還有沒有 還有還有水 慢慢的 但是這個不在端的 對 告訴他誰 這邊對不起 邏輯 邏輯 那好 我再跟同學講 為什麼 為什麼我希望各位去思考這些問題 我現在問題 告訴各位 如果我一定要用馬來拉撒 可不可以 可以 要怎麼用 我一定要用馬來拉撒 因為我要各位去想 不是單純的套用句子 我要你去想 同樣的一個字 同樣一句話 我可以怎麼樣改變 我現在告訴各位 我一定要用馬來拉撒 我規定你一定要用馬來拉撒 怎麼辦 加什麼 馬來拉撒 恥吉卡 阿哥哥 各位 很好 這是另外一種想法 他講是馬來拉撒 這個是 日本人不講這個 這是晚上才會做 一般來講 就是我 母后 阿哥 阿哥 這樣的話 也ok 還有一個 都不要在家 我一定要用這個 這個就是我希望你們去思考 如果我當我要這樣表達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樣 這種練習就會刺激你 腦筋的運轉 然後我到日本去玩的時候 臨場碰到這樣 我只會這個單字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運用它 刺激自己的 架構的旋轉 概念是對的 切開嘛 那我怎麼樣把這邊切開 這邊怎麼辦 加什麼東西進去 因為我比較希望你們要學表達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我把有限的東西 我怎樣去靈活運用 用到靈異盡智 所有的東西 每一個字 我能夠自由運用自如 我用我會的字 拋出來 這樣就好 這才是真正在練習 跟同學講 這樣加上去 感覺是沒有 麻雅散 我打氣一下 這個我已經切斷了 到這邊 每天的 從每天早上的8點 開始 到下午6點 我一工作完 我馬上就回 這樣也是可以解決掉 基本的 每天 每天早上的8點 我這邊的8點 變成每天早上的 因為沒有這個就是每天早上的 這個沒有斷掉 這個已經被切開了嘛 但是我這要加摩 是不是這兩個連結在一起 對不對 這個是屬於這個 所以那個概念就變了 所以各位要記得 當你在表達的過程裡面 日文的助詞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我今年花了一個暑假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去整理助詞 我就是希望 因為我看到同學很多造句的問題 全部都在助詞 你在自己表達的過程裡面 助詞就卡死你 所以你要先給大家看 我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已經慢慢習慣那些基本助詞的使用 因為你們已經慢慢習慣那些基本助詞使用 那樣夠不夠不夠 因為你要outcode的時候 你要靈我運用 我們所學過的所有助詞 這個就是問題關鍵的 所以為什麼要先跟各位講 K型的概念 Mask型的概念 以及助詞的運用 当我插一个字插两个字 插一在哪里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去做对比的时候 你慢慢就可以体会到 那字与字之间 它的差异性 不要把它想着碰 这就我讲的 简单的句子也可以把你 整的无理 所以为什么 在学校上课 我真的要学理学生很容易的 真的我考试随便考试 把学生整死在现场 但是那不道德 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是老师存在的目的 考试的目的是要 确认学生会不会 而不是去把学生当教 当教学生还不理解 他们讲语言要当学生是全世界最容易 有些老师更坏了 有些老师更坏了 我规定这边 要妈点音就妈点滴 你不如觉得我用妈点 妈点就出 真的啊 而且是按照他的标准答案 好 好 各位再看 每一位同学有练习的部分 我都希望能够值得分享的部分 让同学大概了解一下 那里面的 那里面的 做的地方 好 来 往前看这个 胖を机会に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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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 这个句子是没问题的 我把 直接对象物 放在尖尖对象物上面 摸尖的句子没有问题 现在关键在后面 同学練習后面的部分 他写这个 我加了这个 再加这个 我问同学 这个胖を机会に奥 誰做的动作 胖を机会に奥 いてください 誰做动作 胖を机会に奥 いている 誰做的动作 誰做这个动作 我把面包放在桌子上 足余 没有出现 我在看 这样的句子的时候 我怎么样 感觉 这个是谁放 这谁放 这谁放 要練習 一个一个来 要整中间 第一个 誰放 说话者 说话者 放的 你们要记住我不能讲自己 这要习惯 也就是说将来 你看到圆形 一定是说话者 小说 写的人 他放 对不对 好 おいてください 谁放 对 对吧 对不对 我请你 我请你 放 放在桌子上面 来 在右边 对 一定在做 谁放 我一放你们就开始 谁放 我现在说 拍摩 把摩 看 你 比如说 你问我 拍摩 拍摩 你不用在哪里 我跟你讲说 拍摩 你不用在哪里 我跟你讲 拍摩 拍摩 合摩 桌子放進這一個 沒錯 不知道誰放的 誰放 我更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已經擺在桌子上 這個是很清楚 這個很清楚 這個根本不清楚 所以我自己要表達那種樣態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樣表達 我希望各位去體會這種東西 這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在這邊 同樣一句話 這個就代表著什麼 誰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當我確定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你還是我 不確定的時候我就是用這個 你就擺在那邊的人是不會看 誰擺的我更不知道 所以傳達訊息給對方的時候 這個要慢慢去體會 當句型改變的時候 後面一改變 這邊就牽制到兩個 第一個 前面剛剛的練習是時間的問題 這個是什麼 動作者的問題 誰做這個動作很重要 這樣說 所有的句型很簡單 但是當你轉換一個角度去看這樣的句子的時候 它的變化性就跑出來 這個就是我希望各位慢慢去了解 好再來看這個 好再來看這個 那個叫住詞寫錯 寫那個疑問等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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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說 我跟妳講說 那妳就要 那妳就要 那妳就要接著講 那妳就要接著講 人家就會問妳說 為什麼 那妳就回答他 好 好 好 妳就回答他 好 對不對 有沒有 春天有什麼 夏天有什麼 秋天有什麼 中天有什麼水果 告訴人家說 在台灣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水果 而且都是非常美味 所以就符合這個所謂的 Kudamono天國的定義 這就是從這個句子 我希望中間很好的句子 所以妳就可以運用到這邊來嗎 是不是 在春天有什麼 台灣春天有什麼水果 沒有 這都是要平常要練習 練習 生活的經驗就是這邊嘛 所以這個都是妳嘛 在這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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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阿倫妳有什麼 什麼 春天有什麼水果 都不知道 她什麼 她還有些 夏天有誰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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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子知道 那春天有什麽 冬天有什麽 橘子 橘子 日文叫米卡 春天 三月是 台灣沒有草莓 有啦有啦 但是台灣的草莓不能卸掉 他們的草莓其實比較不能代表台灣 沒關係是草莓 順便記單字 所以你看齁 我可以講 春にいちごがある 夏に水果がある 秋に柿がある 冬にみかがある 形成年代章 是木瓜 或者是阿里 天性阿里 緣起結識也沒有關係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就是通通不講 歐美中的魔 阿堅尼 卡基 阿魯尼 秘錄 夏尼 水果 風尼 尼桿 阿魯尼 結束 所以我代表拿的過程 不管是文字或者是口語 我就可以這樣省略掉一樣的東西 因為你在一般文章看不到 所以我要讓同學瞭解 如果我自己要表拿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樣 也就是我把這個刪掉 刪掉刪掉就這樣 叫做變成對等對等對你 所以這樣有一個好處 如果我同一個季節有兩種以上的水果 我就可以 那隻尼 水果 潘 阿魯尼 對不對 這都可以再加進去 知道嗎 所以這樣代表拿的過程裡面 其實這個句子算寫的很漂亮 阿魯尼有什麼東西 很好 用的很好 那我希望各位 看到那簡單的句子 你能夠去活用它 就變得很漂亮的句子 所有的表達其實都很簡單 不要好讓它想帶有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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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變成這個狀 蛤變成這個狀 這個 我問你 幫它強調哪裡 因為你要強調這個 你不是強調有 而是強調究竟有這個東西 結果不會用蛤就錯 結果蛤是強調有 所以為什麼 蛤跟蛤很難用 你要知道我強調的重點在哪 當你瞭解那個時候 你就不會用錯 簡單的話就是這樣 我強調的重點在這幾種水果身上 而不是有沒有這個水上 是不是 沒有 我很希望同學這樣 你去看自己去仔細去思考 而不是去廢句型 套用句型 套用句型 套用句型不會進步 沒有 我所謂的不會進步 就是說 你只會永遠根本把它搬出來 用上去 就跟我昨天問那個 日文性的學生 我說你們學那麼久了 你們一學習十幾堂課 我問你 日文的靈型怎麼講 沒有一個想得出來 沒有一個 靈型 因為我昨天在刺激他們 他們都被單字 因為我知道他們從一年級開始 一直學 學過來 所有的單字全部死背 他們被動詞全部被MASK型 真的 因為我叫他們起來造句 造句的句子出來 全部是SMASK的句型 我就知道他們整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所有的單字全部是GMASK 習慣 結果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那樣的觀念是不得出來 對啊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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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因為你們是死背 所以你們這個東西不會 他說 老師上課會沒有交錯 我說那你知不知道 三理是怎麼 每個人都不會 所以這是我講 你沒有打破那一種所謂的紀單字的迷思的時候 其實永遠都是一個詞一個詞 就要背 硬背到最後就很難 因為你會習慣 會習慣 所以我才講 你看這樣造句 他的靈活度 其實同學造句出來都很簡單的 他都出其日文裡面的 但是你只要像這樣改變 這樣改變 是不是那個句子整個就拉長 也就是告訴各位 你要介紹 比如說人家問你 你們家有幾個小孩 說我們有三個小孩 對不對 你就可以講 老大怎樣 老二怎樣 老三怎樣 一樣 排列的概念 我老大在引導工作 對不對 老二在教書 老三現在還在念書 那就是這種對比式 對比式的寫法講法是很好當成話題的 這種東西一定會碰到的 所以我很希望 你看嘛 我問你 日本人來台灣 你要介紹台灣的水果 台灣的台北的那個 你也可以講 台北是藤地 東西南北 東邊你可以去爬什麼山 西邊爬什麼山 南邊爬什麼山 北邊爬什麼山 因為你藤地嘛 那個概念嘛 是不是 一樣嘛 所以這個都是 並列的寫法 並列的表達模式 我希望同學順便把它學起來 因為同學這個已經寫很久 我一直都沒有時間 幫他做修改 因為我看了以後 我覺得 有些東西可以分享給同學 順便刺激你們的腦筋運動一下 不是因為 全員學到我的程度又有需要 好 再一個句子 日常生活的運用 好 抵達新竹 然後去台中 我問同學 條件是這樣 把他變 因為我剛剛講過 這邊支付 結束了 他變成兩個句子 好 我現在 問同學 如果現在 你要跟人家講說 我要經過新竹 然後去台中 怎麼講 我要經過新竹 然後去台中 那這樣是兩句 這是 到達新竹 去台中 我現在 到達新竹以後 我要接著去台中 所以 中文的表達方式就變成 我要經過新竹 對不對 找個朋友 或怎麼樣吃個飯 再去台中 接著去台中的意思 怎麼樣 現在 變成 就是說 沒有 其實他寫的東西 很多是日常生活化的東西 我們都會碰到 比如說你到日本去 人家說 你要去哪裡 我要先去京都 然後到面 一樣 怎麼樣 我要先到琵琶湖 然後再去爬故事山 一樣 概念都一樣 先到某個地方 再去做另外一個動作 怎麼要表達 因為這在課本裡面 沒學過 完全沒有學過 對不對 你可以套用 前面剛剛我講過的句型 有什麼樣的句型 可以這樣用 代表著 先到這邊 然後再到這邊 沒有限制的 動詞怎麼用都沒有關係 什麼動詞都可以用 不要被提前處 你會的單字用出來 這種才叫動好去思考 我怎麼樣offer 就跟我們練習那個 有沒有 那個對項目的 那個 和 跟他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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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念是一樣的 一樣 我現在告訴你 這種句型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最簡單的方法 我舉個例子給他們去看 兩個動作 對不對 對不對 心 這個 你 這個 我先抵拿這個 在這裡 我只要改這邊就可以了 改成什麼 自己 結束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這個中子型 這邊一個段落 所以我接著這個 這個先做 再做這個 所以自己可以的話 當然 姿與爹也沒有問題 對不對 中子型 然後這個 最簡單的方法 親這個 你自己 愛手 你一個 這還沒有做 這個 中間 中子型 黑型 一樣中子型 對不對 我會抵達這個 這個先完成的動作 後完成 時間 持續多久 不知道 好 我再舉一個例子 剛剛 那個 同學寫的 自己 的 卡 好 我問同學 自己的卡 其實這個你自己的卡 才就是你一個 跟 天使 去 有什麼不一樣 感覺上 有什麼不一樣 蛤 這個 馬上離開的 我只要一抵達 我馬上離開 吃個 那個 只是 轉車而已 馬上就走 我只要 一抵達清楚 我馬上就會離開 所以你要找我的話 拜託 結運站 後面 馬上走 因為我馬上沒有時間 這時候才可以看 懂嗎 所以你看 這種轉折點 動作的轉折點 跟前面的 其實都有相互之間的 觀點 時間的概念 好 各位同學 如果你要講說 我要經過 新竹 然後去台中 不要抵達 經過 想看看有什麼字可以用 或者你覺得 我要這樣了 想看看 你覺得除了這個字外 還有什麼可以用 為什麼我希望讓同學去想 我要告訴各位 我現在是在模擬你們到日本去的時候 現在人家問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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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裡 好 我們現在不要用新竹 假設我們照 那個 日本 對不對 你下飛機 剛好有日本人過來問 你說你要去哪裡 你說我要先去大阪 然後去京都 耐壓 那你怎麼講 不一定要這個進行 你不要管這個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就知道人家問你說 你要去哪裡 好 你說我要先去大阪 然後再去京都耐壓 那你怎麼可以打 比如說你去租車 對不對 去連達卡的公司開一下 然後去租車 去租車 那你在寫那些手續的時候 辦手續的時候 對方就問你說 阿教掌 你哪裡去嗎 你說我要先去大阪 然後再去地區耐壓 怎麼講 這個就是 我怎麼樣到達現場之後 我用現有的安置 還有表達 因為我們在上網聊天 或者寫課本裡面的功課的時候 是別人出題我們在那個 按照他的模式在這 那很簡單 真正你要吐出來才難 從沒有 沒有 人家突然間問你這樣 你要什麼 想看看 這個就是練習 很重要的練習 就是out point 因為你在線上聊天 不會 不太容易有這種現象 你自主要 用自己措斥 你要用類似的雷統的都沒有關係 你不要被限制住 你不要被你們輩子的東西限制住 你不要被你們輩子的東西限制住 用麻煩的 二臉 來 怎麼講 你們是想看看 如果你現在 我這樣跟你們講 你都吐不出來 去到日子 我會吐得出來 我想不相信 所以 所以 與其去想說 老師為什麼都不教 對話 為什麼都不練習 對話 你怎麼對話 對給我看 沒有 基本上 從開始 我一直跟各位講 只要你會造句 對話都不是問題 知道嗎 真正難的事在難 人家 回答 回來人 你聽不懂 有問題 對不對 基本上 你一點 表達 都有問題 的時候 更不要講聽 他們 feedback 回來的 那些內容 也更有問題 不要把經過想太遠 你覺得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表達 這樣 嘗試看看 嘗試看看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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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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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 還有其他媽媽 還有其他媽媽 可以 像這樣的句子 我覺得可以更好 更簡單 地方在哪裡 這個拿掉 因為這個跟這個動作是一樣 這個拿掉 如果是我的話 用你被你限制住的劇情來改變的話 怎麼樣比較好 我只覺得唯一的 不夠漂亮的地方只有這個 因為這個重複 重複一個動作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什麼 不是 オーサカエ 阿ドデナラ 不標準 有沒有 是不是 這樣不是 顯明 要 清清楚楚 有沒有失去他 不明確的 沒有 對不對 你用這個很好 先這個 再這個就好 先透 先去大 阿ドデ 好 你說這個 我不講 好 阿ドデ可以換成什麼 好 我會看 好 對不對 還有一個 好 只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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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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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那剛剛他講的 其實可以擺在最前面 知道嗎 意思是說 從現在開始 我進去大阪 然後去慶祝奈良 就這樣 是不是 所以那個的感覺是夠清楚 知道嗎 因為你在跟對方談的時候 我覺得就告訴你 佛麗媽 我要先去 我要回來 馬子 我要回來 那就可以拿來唱的 這樣會更清楚 我馬上 車子一開我就走 所以不要把它想不太 ар 這一種實用性的句心 是會突然間跑出來 絕對不是在課本上 你們要學這些對話 有一本小說可以讀 那個小說裡面 那個叫做流星之伴 東延貴如的小說 流星之伴 這裏面有很多很好用的對話 我看過了 不過這本小說蠻厚的 但是裏面有很多日常生活裏面 很常用的對話 很不錯的 你可以看一看 那個提斯堂還有一個單字要的 你們昨天有沒有看那個 他那個報導 潛水 所以日本人 我看日本的那個文章 我們在的內商 他說 我們願意跟 我們寧可跟台灣人 共 應該講共享 那一個痛苦的 那邊聽起來就 夠窩心 沒有 沒有 日本 日本真的 很多地方 有意無意這樣放台灣 很感動的 沒有這個就是 能跟人之間那種感覺 所以我說 如果 中國的 笨 我要是習近平 我絕對 對下很好 他這樣做 台灣人不會 不會靠過去 永遠不會 只會越早越 真的 笨 他不夠聰明 人家都 很多人都講說 習近平的聰明 真正聰明 中國的那些 所有領導人 真正聰明是 很久以前那個 那個 那個 毛澤東之後 那 欸 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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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 鄧小平 才是真正 中國大陸最厲害的 假設 我覺得 其他的我都覺得 沒有辦法 他們都會用那一種手法 一樣 好 再來看下面 來 這個的問題 我注意一下 這樣的句子 表達不夠清楚 不夠完整 好 我跟你講 這樣的句子 如果要你翻譯應該怎麼翻譯 沒有 句夠上沒錯 一個詞一個助詞 一個助詞 一個詞一個助詞 結束 拉命的句型 對不對沒有問題 句子沒有問題 來同學看這樣的句子 應該怎麼翻 意思是可以翻得出來的 但是但是但是 我不知道同學要表達什麼 不夠清楚 我所謂的他只是表達不夠清楚 有沒有錯沒有 完全沒錯 單單純的翻譯應該怎麼翻譯 翻譯怎樣 變紅 有紅色 對是有紅色 有紅色 變紅的話要怎麼改 很好 很好 要變成Ninaru 表示他熟了 變紅 現在直接翻譯的是有紅色 表示他在講 為什麼我講說不夠清楚 因為蕃茄有黃的 有粉紅的對不對 有各種顏色 其中也有紅色的那樣的概念 對不對句子都對 但是這個就是我講的表達夠不夠清楚 不夠清楚 所謂的表達不夠清楚 原因在哪 我希望各位去體會 當我寫出這樣的句子 講出這樣的話 我的想法跟對方看的人 讀到的意思是不是一致 不一致就表示我所寫的東西或講的話 不夠完整 對方touch到的infomation 是跟我不一樣 因為你不提出來翻譯的時候 你感覺不到 寫的人跟其他同學在看的人 感受不知道 這很重要的練習 所以為什麼我希望各位翻譯看看 是不是跟原創者的 他的概念想法是不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 表示這句子有問題 因為我要表達 比如說我要傳達是變紅了 結果大家都看成有紅色的 那就表示我用字用錯了 那很簡單 把它們看掉下去 好我問同學 番茄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也有紅色 該怎麼講 比如說人家問你說 欸台灣的西瓜好吃嗎 對不對 你說好吃啊 我們西瓜有很多種 有大 有小 有紅 有黃 日本西瓜只有一種 日本西瓜只有一種 日本西瓜一定是小玉西瓜 一種size 圓的 然後裡面是紅的 我跟日本學生講過 這樣的西瓜他們看都沒看過 圓的西瓜切開是黃色的 把他們都嚇死了 他們剛剛是不敢吃欸 很大黃色的西瓜都不敢吃 他們覺得好可怕 結果吃一口下去就覺得 嗯 台灣人為什麼那麼好吃 因為沒看過 所以不能怪他們 然後台灣西瓜這麼大 他們那個學生都很好奇啊 然後要把書包放在上面 因為他比西瓜那個樹包還大 馬上拍照傳回給他 爸爸媽媽看 他爸媽也沒看過啊 很大的西瓜 怎麼可能看過 我第一次去秋田鄉下看到他們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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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大蒜 那個大蒜 是歐善跟啤酒罐一樣高耶 真的啊 很可怕啊 對啊 他們 他們 以日本最近的流行什麼 他們最近是 種那個 就是 南瓜 幾百公斤的那種 他不比計量品種 又在日本這種 是啊 所以他們種出來就幾百公斤 很漂亮 所以那個 那個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才講 你沒有看過 怎麼會知道那個 沒有辦法 走過 看過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盡量出國去看過外面的事情 你才會知道天地有這麼大的 要不然我們永遠認為就是這樣 好 有沒有 然後 紅像的 沒有 找不到的東西 發現就 半度跟咖啡杯一樣 一顆 這一顆耶 你知道他們 他們這種大蒜拿來做什麼 不是直接這樣子 你看跟那個 這個咖啡杯的杯泡比較大 弄成A的 A色的 A色的那個大蒜 那對身體非常好 你知道那個價值就很可笑 那個A色的非常非常會 非常會 對 那個怎麼弄 很簡單 電鍋裡面悶 對 就不放水就悶了 你們 你們有時間就把大蒜放水 你們在電鍋就 就弄那個保溫 弄保溫 兩星期 兩星期 二星期 都變黑 不要 不要 這顆啊 不要 而且很老實喔 很老實 我那時候去那邊 因為你如果馬拉生日吃 會不會那麼好 對 會那麼想看 很老實 而且自然就變黑色 你們加油的話就是 那因為他很大哥所以做起來就很飽滿 非常好吃 我那時候帶了好多包裹 那時候 只有在有這種東西對身體有幫助 好這個大概只好 來快點 你們覺得那個應該怎麼講會比較 番茄 有各式各樣 也有紅色的叫做 一樣トマトが這樣 就是 什麼 色色色 好嗎 トマトが色色 加什麼 色色です 可以 還有 還有 色色色 色色 什麼詞 複詞 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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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詞 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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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紅色 當然有紅色 嗯 差對吧 阿卡 怎樣 阿卡 也有 講完整整 對 直接用mô就可以了 這個no就變成代理詞 阿卡 no mô 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前面因為這樣是兩句 一樣的道理 阿里達 阿道理 阿里達 記得嗎 這個地方 所以 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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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比較重要 他對嗎 應該用在哪裡比較好 舉例的時候用 什麼時候的狀態我用舉例 他對我打完 沒有 我希望同學去學會的是 我目前所學過那麼多 我吸收進來以後 我怎麼樣output的出來 我在什麼樣的場合我會用到他對嗎 沒有 都可以 我隨便舉個例子就是說 我在講什麼東西內容的時候 我可以用到他對嗎 這個字 我要舉例說 好 嗯 隨便舉個例子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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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啊 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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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長比較不好對不對 好 因為 完成的句子 句子加句子 句子加句子 醃來 譬如你那是這麼多的是 柱子拉 因為我胃比較弱嘛 比較不好 所以刺激的東西 我 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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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能吃刺激性的東西 是咳咳 咳咳 那物 就是弱愛 食べられない 不能吃自體的東西 他就也有 這樣就好 阿伯拿來拿這個用 這樣 好 意思就是辣椒 唐辛子是辣椒 像這樣東西 辣椒 唐辛子 這個唐辛子 唐辛子 唐辛子 他就有 戴面子 這樣招 那個 他就有把這個很好用 我在舉例的過程裡面 人家問你說 你為什麼不看電視 你就 因為我沒有 那個 舉例的話一定是有東西一個一個提出來 做代表 做例子 才會用卡頓王 沒有的一般 平數據裡面比較少 用卡頓王 要注意 那個會變成累贅 也就是告訴你再用 以後再 他對馬的話一定有具體的代表例子 拿出來 做代表性的提示 這樣才會用卡頓王 像這個地方 就不需要用 因為這個是濃口的方法 沒有具體的例子 具體的例子就可以用卡頓王 比較好用 因為 我們在 我們在整個 運用的過程裡面 這個過程 我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單字 用什麼樣的去寫 那是需要練習的 你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動出來 不可能 你沒有這樣反復這樣刺激 為什麼 今天要用同學寫的例子 給你們來做這樣的練習 明明就在這裡 你要練習 開始練習奧迫你的時候 像這樣練習習慣了以後 你在所有的思考 你會轉換而發 你不轉換絕對不行 要不然你永遠投不住 你千萬不要以為 我恩一考過了 你自哪會從脈磨啊 考試不可以考試 考試不可以考試 要是兩馬之事 口說跟那個 口說完全訓練你哪裡 你在敢不敢講 足夠句子等能力有沒 要了就不用難習 知道吧 這樣子 因為剛好同學用到這樣的單字 那我一定要告訴你 用在哪裡 你才不夠精準的表達清楚 可以 所以我把它看 再來 各種不一樣任何一個句子 它所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都會刺激到我們表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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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列車尼揚脚をやる 一個詞 一個助詞 一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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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動詞 句構完全沒問題 翻譯看看 這句子當然有問題 我所謂有問題就是 那個 如果按照這樣 按照這樣 字面上 翻譯看看 不好翻 因為我們不習慣 やる這個字 やる這個字 就是失禮的意思 做 我來做 我問同學 現在 現在 我問同學說 哎 誰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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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 他人 我問同學 願意回答內 好 你說老师 我回答 怎麼講 我來回答 應該怎麼表達 沒有 我心裡的問題了解 在這種場合之後 或者是老闆說 欸 這件事哪個有興趣 你說老闆給我做 好 那那個職場上的用語就比較難 やらせいでいたさいませか 請你給我做 職一席 使我來做 對不對 或者是說 やら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 可不可以能夠讓我做 這 やらせる 這次是 やる 變成第一變化加セル 職一席 這個非常常用 老闆跟你講這個職集 我不要你們做職集 現在場景就可以了 你說 哪個同學 答えてください 那你說 老師我回答 怎麼講 你可以怎麼回答 やります 對 わたしからやります わたしやります 就可以 是嗎 這個就是 やる 回答完 不用學 知道嗎 我來做 わたしからこだえます 你可以 やります わたしからこだえます わたしからや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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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什麼樣的例子 你能夠做什麼樣的聯想 這個就是 我把現有的東西擠壓在一起 讓同學去練習這樣 等你們練到習慣了以後 有機會再找日本人來跟你們聊天 線上聊天 那些都不是很輕的 但是你就是要先練習造句 才剛表達 要不然日人一上線 連自己上來 整個人都講 兩人怎麼辦 那會幹在那邊 就很不好意思 知道嗎 那要養成 output的習慣 你才 你才會 沒有恐懼感 這不是怕的問題 而是 你沒有辦法架構句子的問題 知道嗎 很多人是不敢架構句子的 你擔心錯 不用怕 怕什麼錯 來這個怎麼翻譯 怎麼翻譯 快照字面啊 好 先看這一個 你 先把它切開 可以嗎 這應該怎麼解釋 在列車裡面 怎麼樣 好 再來 這個不要管 揪揪揪壓力 做什麼 做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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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乘客的意思就是 把乘客幹掉 我把它做掉 所以這個是 有這個意思啊 幹掉這個 歐馬 對象 直接對象 我把它做了 做變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那個那個 那個 火車 摩殺 在列車裡面 把這個人做掉 那個 那個 什麼 什麼 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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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乘 對不對 這個 代由那個人 真的意思 真的 做乘 代由幹掉的意思 把那個人幹掉 觸面 情緒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問題 你要不要爬的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什麼 列車上有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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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用哪一個住詞 ガ 主語 但是其實在這個地方並不是主語 所以要用什麼 有乘客 應該用哪一個動詞 對 活的 有生命的 能夠動的 用 我們講過這個句型 有 單字 ガ 有 表示存在 對不對 表示這個是對象 有 這個 有人 所以你不能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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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有 有 才可以 對不對 我們講過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住詞 很簡單的句子 但是會表達錯誤 好 NOル 應該用哪一個住詞 好 我問你 你要講的意思應該是說 列車上有乘客 也就是說乘客坐在列車上 他應該怎麼講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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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講說 乘客坐在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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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也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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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当足语 对不对 我 有没有 地点 好 我问你 这样可不可以 你要表达的是 诚客坐在列车里面 对不对 所以应该要怎么改变才可以 这样 这样的 这样的 句子 表达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 诚客 诚客 坐 列车 翻译 你告诉我 啊 上车 坐列车 他要坐列车 是不是 坐 列车里面 不是 这个没有传导完整 这样知道吗 所以 不要记住 这个就是我讲的 当我要描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去过 才是对 这个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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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难 句子完全没问题 但是这个敲不架当 很够 没有 因为我现在看到 乘客坐在列车里面 乘客坐在八十里面 所以他应该是怎么样 状态 状态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变 现在进行 对很好 现在进行是表示状态 所以要把这个改成什么 什么 什么 对 这样说 乘客在列车里面 所有乘客坐在列车里面 我看到的是坐在列车里面 而不是要坐这个状态 对不对 这个是存在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只是我把它抓到 这个 好像讲用瓜的 这样是 所以不能这样 今天要用这样 对 因为你这样 列车里乘客乘坐 这样的句子 比较不同意懂 内车里面 有乘客乘坐 对 我的意思说 这个你把它抓到上面头是比较好 这样是 比较容易懂 不是他句型错误 句型一点都没错 不是 我们讲过标准句型 你记得 是不是这样 哇强调下面 铒强调上面 对不对 所以铒强调的是这个地点 铒强调的是这个地点 铒强调的是这个地点 所以你看 為什麼我講我咪 我咪 一點啊 對不對 為什麼我講我咪咪咪咪所以你咪咪咪咪咪咪 我咪 是不是 沒有 你要咪 也可以哦 當然可以 只是 會容易 產生 中國人在解釋的時候會產生問題啊 對列車裡面有乘客達成 在列車裡面有乘客達成 你變成要這樣換成 標準句口 你一定地點 這邊地點 這邊是族語 所以後面加阿魯伊魯 右邊這個 這把阿魯伊魯交換成 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 這個變成有什麼東西 意思不一樣 這樣子 把後面加載著 標準句 這樣 列車裡面有乘客達成 可以喔 是 當然可以 完全可以 所以我才講標難 不會只有你手 你要怎麼樣運用都可以 我不要你們去持對某一個進行 很好 像這樣 好 各位看這一個喔 列車裡面 揚約 嘎 摩抵伊魯 這樣也可以喔 因為這個時候的嘎 是強調哪裡 乘客嘛 沒有問題喔 伊魯表存在 這個是標狀態 是不是 這是在講有乘客 這個是有搭乘的人 那感覺不一樣 是不是 一個是強調那個狀態 我看到的狀態 做了滿滿的東西 可以喔 好 好 這一個也是 運用上的問題 可以喔 請讓我這個插標 怎樣 問題 這個 沒有 我希望同學喔 在練習Output的過程裡面 從最簡單的開始 其實你就會發現到 要拿真的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為什麼 完全是因為不習慣 我們沒有這樣 練習的習慣 所以 你看喔 儘管 預作在那個什麼 那個網路啦 或是其他地方 會跟日本的聊天什麼 你真正要自己 養牌的時候 還是會卡 因為那個情境是故障 因為 在聊天 聊天視頻裡面 每個人都會丟一次丟 你會亂丟東西 所以你的話題很多 我隨時要怎麼樣表達 我要看到這個 我可以接我就接了 看到不接了我就跳過去 但是 當你自己要表達 唯一這一條路 非做表達不可的時候 你就會跑 好 那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好 再來 這一個 這個也是 問題 來 換個看這一個 來 換個看這一個 換個看這一個 這一個 他要寫的應該是 附加上去 對不對 你要寫的內容應該是 海裡面有 海帶加坑布 對不對 海裡面有海帶加坑布 以海帶為主 這個加上去 附加的感覺 好 應該怎麼樣 我知道他的意思 但是這樣的表達 不夠清楚 好 我問同學 如果按照這樣 看到的畫面 他沒有什麼困字 應該怎麼翻 從字面上 直接翻譯 絕對不是我剛剛翻譯那樣 你看字面 應該怎麼翻譯 直接翻譯就好 直接翻譯應該怎麼翻 你看到這樣的 怎樣 再一次 空腹之海 裡面有海帶 不對 沒錯 你翻譯這個地方是 空腹之海 這邊是海帶 有沒錯 都沒錯 但是組合 海帶 這個應該先講 這個應該先講 咪 表示對象 對象 對象 海帶怎樣 海帶 海帶 你們為什麼這個字一換 那個 翻譯就翻不出來 空腹跟海帶 有差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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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對象 扒 你哪 oor 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翻譯嘛 這怎麼翻譯 樹下 有 貓屎嗎 那這個 海帶 有 這就是我講的 不通嘛 所以這個應該正照字面翻譯是 海帶裡面有空腹之海 是不是 概念跟這個一樣 老師 空腹跟海帶有什麼空腹比較厚 空腹比較厚 一個厚一個薄 不是還在三缸裡面嗎 不是 不是 空腹一味道比較厚 比較薄比較緊 海帶比較長 而且捲 空腹是一片的 直的 海帶是彎彎的 有波浪 那天我們常常跟我們公腹一波 那我就覺得空腹是海帶的一種 應該是同種 但是樣子不太一樣 一個是平的 扁的 扁平的 一個是彎彎 就是它邊邊會這樣 應該平種不一樣 我認為這海帶應該是一個總之 空腹是它的一個不一樣 回去做功課 我沒有辦法馬上回去 回去我也研究 所以各位要記住喔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日文的架構 一個詞一個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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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加結束 你會忽略掉註詞的位置 跟運用表達的先後次序 你拉 為什麼我寫這樣 你拉 你就很習慣 這樣就翻不出來 因為這個兩個字在感到 這兩個字在感到 在按照字面翻譯 在海帶裡面有 在哪個地方有什麼東西嗎 這個是強調前面 對不對 你拉的進行是 在哪裡有什麼東西嗎 所以 在海帶裡面有空腹之海 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 空腹之海 這是寫錯 他要寫的意思是說 海裡面有 空腹加海帶加空腹 這個這一塊海域裡面 最主要是海帶 但是加上空腹 他要表達是這樣 所以應該怎麼改 海在那一區的空腹 海當主義 海不是 海不能當主義 海一定代表地點 所以應該什麼 有 也有 海不 空腹 包 因爲 INA 帶 簡單的來講是你你你 這個海帶日文應該是 他不會念成開帶 一般還有這一種 海藻 就是有一點像什麼 細的或者是那個 淡水海邊那個什麼 律師潮那一種 那個都叫海藻 海藻的種類也是很多 各自各種這個都可以吃的 都可以吃的 只是我們不會吃的 法菜 是叫法菜 不是法菜 老一輩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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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爸他們都懂 我爸我祖父他們都懂 我小時候沒有看過醫生 哪有錢就看醫生 別說 哪裡不舒服 我祖父就會去把那個藥草 把他拿回來 摧一摧 自己弄 真的啊 以前哪有那個 以前哪有那個 你們現在去藥局 隨便買什麼藥都有 以前 以前會常要去 沒有 欸我一陣子好像沒有藥局 我們那時候每個家裡面 都有一個藥袋 對 就有一個對 有一個像這樣的袋子 掛在牆上 那他一個月也還是多久 就會來 換一次藥 那是賞藥 胃藥 臉藥 臉藥水 那個 紅藥水 受傷的時候用的 那個 給那個什麼 雙氧水 那一些 他就會 家裡面 每個家裡面都有一個藥牌 那我們小朋友 對 那我看過 對啊 他們年紀的人都不知道 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那已經進步了 我更小的時候 在念小學的時候 沒有吃過藥 什麼西藥 什麼都沒有 幹嘛吃草藥 像我 我印象很深 念小學的時候肚子痛 然後我子物就跑到我們學校的操場 去找那個 草青 那個一種草的名字 回來就垂直 子物一直 然後叫我一下子 就運動場旁邊 等到就吃啊 然後我有一次是 跟同學在教室玩 相撞 跑步啊 撞 跌倒 撞到受傷 然後 主婦也是要去摘那個 商藥 就這樣 最垂直 為什麼沒有年紀小 我 像我小時候都有看 因為妳在台北啊 沒有 我在士林 士林 士林不是台北 以前是政府是台北 以前是楊維三貫律 我在宜蘭 對啊 我們那個地方是苗布拉市的 想像到這樣 我可以講 你們住 你們住 這樹林這個是根本就是 高級住宅區 你們大概沒有看過那個 我以前看過小 那個 以前那個小 想聽過 小介石 小介石 跑出來我們 那個馬路這樣逛 然後被人家帶回去 對啊 以前那個地方 那個士林關羽就是 找的 他不是單人 沒有 我們 你們現在看不到了 以前的水田 以前的水田 旁邊有一定有一個 四方形大概 大概有這麼大起來 三顆大 三顆大 大便 全部放大便 為什麼 吃腿 吃腿 水田 就直接 從那邊挖起來 就是水田 這樣 稻子上面 到那個 稻便 進去 真的 以前就這樣 然後我們以前那個 小學生 很調皮 就大家在那邊玩 跟同學打賭 跳過去 就這樣玩 有人在跑 就跳那個 沒有跳過去 就跳在裡面 就這樣玩 現在已經哪個小孩子看 一個都不敢 真的 我們以前就這樣 調皮就這樣玩 然後測試大家的那種 跳遠的距離 以前的小孩子跳遠都很厲害 真的 體育課根本不用體育課 我們在那個 跳高 哪有時間跳高 我們每天都在玩跳高 像平均一拉就跳 現在小孩子哪有位 以前是河 對啊 基本上是河 對啊 我們是在廟口這邊 過去那邊全部採 有 101這邊 以前全部 都是 那個叫什麼 六個模樣 這邊的地很保 以前當法 還是在六章年那裡 是啊 原來不只他把 形成就在那裡 人家做那個什麼 出道士啊 那個那個什麼 很有名的大飯店 怎麼叫什麼 還進來 那邊是日本的刑場啊 那個槍決的地方啊 你下次去進來 注意看 還後沒錢 沒有啊 那邊有錢 還沒錢 你下次進去注意看 神經病 會不會 看他櫃檯 抱到那個櫃檯 後面 兩張 這麼大的 就是 正義啊 你下次注意看 神經病 是會怎樣 那邊有花眼 沒有啊 它就是 但是你們會覺得它很漂亮 沒有感覺 你不會感覺 你下次去注意看 你下次去注意看 太陽手啊 只有馬 嗯 對啊 就是那個山間西嶺 對啊 六十層樓的 我住過了 我也還好 可是我包製帶重 沒有 我這個人看不到 但是那個地方還好 我同學看得到 我有跟你們講過嗎 有這幾集 沒有 我沒有跟你們講過 沒有啊 我去捷克玩的時候 捷克有一個地方很有趣 那個旅館 每一間房間都不一樣 然後導遊會把每一間房間的鑰匙 比如說我們十幾人 他就拿十個房間的鑰匙放在裡面 隨便你拿一把 去開你自己的門 你才會知道你的房間的房型是什麼 那就高級的落差多大你知道嗎 最高級的床 是那個西洋市的四根柱子那一種 還有那個沙那一種 超高級的 最爛的就是像那個倉庫一樣 反正因為他是按照他的地形蓋 所以那個很有趣 那一家旅館是我印象最深的 結果我住那邊 我跟我同學衝到一個大房間 很大的房間 那一間晚上 同學第二天就問 欸昨天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住沒有啊 他說 昨天有一棵老外 我坐在一個樓裡的樓腳 我說蛤 丟我 我睡的那一邊 他睡這邊我睡這邊 然後他說坐在後面 我同學這樣不是見嗎 他說 你都沒感覺我都沒有啊 睡時候 我就不知道 他都會看不見 很奇怪 像他去東南亞游泳池裡面 他就看不見 那游泳池也有 那游泳池的水裡面 站了一個小朋友 一直看他 我同學也不知道 繼續練習他 他經常看到 因為我出國 我們都一起嘛 不喜歡跟他一起 因為我們兩個 從大學時代就很好 然後他經常看到 然後講給我聽 我說你不要嚇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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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不一樣 那個 不一樣 像我一個同學 生病 走了 孩子 走了 他就是 一天到晚都夢到他 那我都夢到 我們是很要好的同學 所以那種東西就是 那些人這一種 其實 會比較明顯 所以我覺得他是 感覺到 看不到 我們班同學 有一個 感覺到 看不到 但是 我講那個同學是 看得到 還感覺得到 真的 看得到 感覺到 我 他說 我跟著 妨礙 他也不會感到 我 這也不是想像中的 對啦 他就是要跟真正一樣 他跟我講的 那個落腮子形容得很好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因為我同學是 不是好 他們一天到晚出 所以他們為什麼 都會有那個習慣 你知道 進去飯店裡面 自己的房間 一定就會跟 跟你 就是講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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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會講 那我是沒有那個習慣 都沒有 我也沒有 來不近距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 互相尊重的好 這種看不見的東西 你說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不要 你說真的 看得見 哪一天你真的看得見 你真的看得見的時候 你壓得是不是 沒有 那個東西就是盡量很癢 所以 很多東西 我都希望各位去體驗 你沒有去看過 沒有去體驗過 你永遠不知道 那種感覺 真的要去體驗 尤其你們年輕人 我真的希望你們 越早越好 盡量去更先進 去歐洲看 去北國 去南北 那種大世界 大的特區 你有去過歐洲嗎 有 紐約 有 英國 澳洲嗎 算了 他說 感覺完全不一樣 你去過歐洲 好 今天要幾十 我也很想去 我哪裡都想 東歐洲最漂亮 他是自然公司 對啊 沒有那個 我去新疆 他去新疆的時候 他的車子 他自己去接了幾十 就是入場 他那個禮拜的過程會接了幾下 哦 沒有我真的 真的見到各位尤其你年輕人 真的可以 歐洲過去一次 不要一直在 美國是不一樣 我覺得 我美國還沒有去過 我一直也想去 我還沒有去 那個 美洲我都還沒有 踏上去 非洲 美洲我還沒有踏 其他大概都會走 我覺得歐洲要先去 他的文化的厚度 以及他那個民主性 是跟東方主事接來的 去看看那一片國家的世界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你會感受到不一樣的東西 很多人喜歡威也娜 像那一樣的 我並不會很喜歡 他的大神是 我反而喜歡捷克 我覺得捷克那一種 那種 怎麼講 悠閒的感覺 你會非常非常舒服 你像我住在捷克 整年我都不會膩 因為你光是走在路上 隨便一條街上 不要街上 那個鄉間小路都沒關係 城市街上 都沒關係 都非常的舒服 但是奧地利有一個地方 跟參選很漂亮 奧地利很漂亮 但是奧地利跟捷克 我覺得 我個人感覺 人工 捷克是自然 同樣房子 你會感覺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隔壁搖移 不會很遠 但是你就是覺得 那感覺不一樣 真的感覺不一樣 那你說北歐 人家就很羨慕北歐 我不會特別羨慕北歐 我覺得那個地方太遠 那根本 不適合人數 我比較喜歡中歐 跟東歐 那我 那一種感覺 那西歐這邊 因為太 怎麼講 太發達 所以很進步的地方 城鎮 人工 比較重 但是 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真的 你說像去英國 英國你是跑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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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建議你去 英國真的浮區是 最 英國的浮區 北邊 從 你就從北邊一直玩下來就對了 順著浮走就對了 我那時候去民視府 我一直禱告 觀眾觀眾給我看到民視府水怪 沒有 你去到那邊 你就會感受到水怪的 就在你旁邊的感覺 那個浮水是黑的 真的 浮水是黑的 然後旁邊的山上又有一個古堡 好像那個幽靈古堡那一種 那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那個氛圍就是 由妖魔鬼怪會跑出來的地方 真的 我一直希望我們會看到 這樣 沒有 你去到那邊 你就有那種感覺 那種feel就跑出來 那個真的很漂亮 非常漂亮 那種年輕人的跟上班 那種很不錯 是啊 不會 哪個地方 敲牌 把所有的價 累積在一起 就出 像我們以前在國外公司都這樣 一年的價 就全部請 請完就去歐洲 就這樣 網告人都嘛這樣 就是整個 他們寧可去玩精彩 就知道 然後資助 對然後資助 也要做功課 自己做功課就好 然後自己開車就好 那種 有什麼 英國沒有問題 英國算非常安全 歐洲其實不安全 你們千萬不要有個歐洲 但是很不幸的我講西班牙 台灣的孩子對西班牙 不要講西班牙 歐洲這個地方的知識很低 請問你 不要說連西亞中亞南亞都不懂得進去 我們這個世代中亞南亞還好 中亞很不懂 他們講中亞 因為我們教育裡面都沒有控制到這一塊 回教國家我們都不知道 他其實在漢朝湯朝都已經接觸到中亞那邊 是呀 我跟你講我去那個叫什麼 以前在西亞就在西亞西西 做熱氣球 我去土耳其 我去土耳其最讓我shock的是誰 我去他們的國務館參觀 沒有因為我去到那裡最喜歡好的國館 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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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進去國務館 我真的被嚇到 一進去那間國務館很大 因為我們國務館 我一進去裡面有一半 就跟我們不同 全部是中文 原來土耳其就是我們五代師父的終點 是 資格 密尼吉 你是 是 所以 他們出台都是 瘜 包括土耳其也是 而且他們語言有點接散 因為我覺得幾乎 它的 新疆派遞是這個 威貿爾吉 其實他們是同種族的 其實一直那個 你看他們的輪胞都很深 很漂亮 然後混血 所以那邊的神特別漂亮 然後你知道因為他是思路的終點 所以中國很多輪胞 中國看不到輪胞 在那邊居然都會看到 很可怕 他是從西埃一直往西走 我一直探訪 這是以前整個的那個 沒錯 沒錯 一直探訪也是 突破幾經驗 等於就是他的終點 所以他整個 因為我在那邊碰過一個大陸的人 然後他信心打工 然後我就問他 他就說 就像我們南部輪胞 或者是我們一個大陸一樣 語言是接近 可是有一些詞是不是比較優雅 那邊的語言我是不懂 完全其實不懂 我只是就被他那個文物點藏的東西嚇到 也就是說 中國的東西 居然在那邊 佔了他們的文化裡面的一半 知道嗎 所以 去看看那邊的世界 你才會知道 就是說 未來自己要往哪裡走 你們才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你們這個世代不能 不能像我們這個世代 一直在保守住 中國線的東西 不行的啦 中國的東西只是 我們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群 真的 因為他 我們從小學的中文這個東西 影響到我們的男生 你要擺脫已經不可能 但是 我們怎麼樣去接納更更廣的世界 你們這個世代不能再留 真的 你如果不擺脫這種概念的時候 你永遠沒有辦法走出不一樣的 我們的思考邏輯沒有再進步 真的沒有再進步 越早過去越好 像我們現在移境 有錢就應該跑遠一點 不要等我們這種年紀 等最新以後才要進什麼那個 那很辛苦啊 第一個 體力你都沒有 第二個 將來就會越來越貴 怎麼辦 你會去不了的 真的啊 所以我才講 解公之路趕快跑遠一點 英國現在已經開放了 你只要台灣兩季就不行 那是台灣發貨的關係 你關在台灣兩季 你不要去那邊關 那邊關兩季就不要玩啦 沒有那個概念是這樣 像我英國去過兩三次了嘛 英國整個我都王國 我現在還累 對啊 他說在一邊工作啊 你現在自然不好 你現在自然不好 沒有啊 以前就自然不好啦 是啊 我前年去報告被跑了 沒有啊 歐洲現在很壞 你為什麼最近 這幾年還會很壞 大量的難民跑進去以後 他們應勿接納嘛 這就是我講一個國家的氣度嘛 歐洲人是自動接納嘛 幾百萬幾十萬這樣接納難民啊 因為難民進去 所以整個治安就亂了 所以當地人為什麼反彈那麼大 就是這樣 完全沒感覺啊 是啊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那是浪民 絕對不是當地人 當地人的水平絕對不會買 因為先進國家不會啦 你東西掉了 你不會流 以義大利一定當別論 很少 義大利 我今天在做朋友講的那個經驗 所以這有個東西怎麼講 很少啊 那個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人才會發現 沒有 包包弄還要背前面 還有背後面 還有按帶 對 台灣的 台灣的除去玩都不喜歡背背包背後面 在歐洲都嘛 不行 那也很危險 你現在都不喜歡 因為現在還有 沒有那個卡索跑上去幫他 對啊 他可以把你們的整個心理箱都拿走 你都不是打 在二樓 大心理箱 二樓上還有裝成檢查 然後說 欸我要把你整個東西 然後去把地方都拿走 哎呦 因為東安亞就會了 東安亞把你叫去那個檢查室裡 海關 海關 直接給你票錢 海關 直接給你票錢 海關 直接給你票錢 海關 只有給海關 所以我為什麼喜歡去日本 第一個 沒有小費的東西 像我去歐洲也是一樣 導遊都跟我們講 什麼要放小費 怎樣 我從來沒有放 我為什麼沒有放 沒有那是台灣的這些導遊 交換我們的壞習慣 沒有啊 你像美國他習慣都要小費的 沒有 那是當地人的習慣的問題 但是你憂在床頭那個 那為什麼要給 我就搞不懂 我跟妳講 其實那個有的工人 有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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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知道台灣的工人 一定會放 所以有些上面的主管 什麼呢 早就收了 不一定是 那不一定是那個 那些人都很壞 那你幹嘛要那個 所以我從來不懂 我不管去哪裏 我都不懂 真的 所以美國我沒去過 其他地方我一定會不怕 我不管東南亞 或什麼 從來不怕 因為我沒有那個習慣 因為我受日本交易的 所以那種概念告訴我 日本也沒有人在放 真的 本來就不用放 是啊 我知道 為什麼日本不用放 其他國家要放 就是都導遊交的 沒有啊 而且日本也不拿 是喔 日本也絕對不會拿 你放學他也不會拿 對他不會放 他們比較誠實 所以日本人這一點就造作 比較軟 好 最後一個的同學看這個喔 這裡有幾個問題喔 我順便要跟同學講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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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例子 我要跟董事講說 當我單字不畏的時候 我很容易運用到中文的感覺 像這一種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盡量 因為他這個一定都是用外來瘟 專有名字 我們很多都不會 但是你可以轉換 我隨便舉個例子 印第教師這一看就知道從中文了 所以你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sport center 就好 然後o-mail 明天才開始 真的是一家吃 夜深淵外來瘟 對 這個也不對 當然這個不會有好 incorporated 這個是油溫的 我只是先講這個日文沒禮 這個日文有 但是它已經是外來瘟 那這一種是運動中心 或者是你這個乾脆就不要講 直接用Q-C字就可以了 當我沒有辦法精準表達他的名稱的時候 我就把他省略掉 意思一樣可以通 所以我是一週去兩次瑜伽教室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最大的問題在造句的過程裡面 比較容易把他寫的太細 然後想不出那個單字就卡死在裡面 那個地方都不是重點 我希望各位把那些東西都撇開 我只是講point的部分就好 我要表達的重點就講出來就可以 重點是瑜伽 重點是教室 而不是瀕育教室 瀕育教室是我們台灣的表達模式 所以我們會被這個字卡死 一卡死就整個表達不出來 好我一週去兩次瑜伽教室 所以這個就不能用 窩要用什麼 窩就可以了 好 ヨガのスポーツセンター教室に行く 也可以 這個不要就解決了 單純來講 修民一代 ヨガの教室に行く 聽說 去兩次瑜伽教室 這根本就多一了 所以印第教室有沒有一點都很重要 聽說 ヨガ瑜伽教室 ヨガシリ 你要把它變成動作就ヨガシリ 不用做 然後你如果用ヨガシリ 丟シリ 這個就不要摸 做瑜伽教室 是ok 思路也可以動詞圓形直接加教室 是不是 但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在表達的過程 最簡單是ヨガシリ 名字叫ヨガシリ 最簡單 你知道嗎 所以不要把它想到代理著 然後這邊用ヨガシリ 還可以用什麼 ヨガシリ ヨガシリ 一定是指到這個點 我講過這個也可以用什麼 A 知道嗎 好 如果我問各位 我每週會去兩次瑜伽教室 往來這樣的話 也可以用什麼 不要用一個 用什麼 開尤文 對很好 開尤文 通學的意思 我去這邊學到洗手間 開尤文 我們比較習慣用一個 但是用久了會爛掉 那個味道就好掉 你用開尤文 給人家感覺就是 去回來 去回來 通學 通勤 我去這邊學 這樣的概念 我每天去公司上下班 或隔週去公司上班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我們每兩週去十五次 那個也是用開尤文 上班也是用開尤文 通勤 這樣子 這個比較少用 但是他傳達的訊息更好 這個藥 稍微注意一下 你們幾個年輕的人 達意 達到 一樣 還沒 一定 達到 下禮拜 好像可以排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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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 因為比較多 台灣 你們看 為什麼 我說希望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 疫苗最近 臺灣 現在已經打超過50% 以上 等他快 日門疫苗 那麼多 就沒有用 怎麼打 立體面弄 好 臺灣人說是最好 我這一季剛好可以打 蛤 你第二季還沒有打 我第一季才剛打 那 我第一季才剛打 我現在 因為我本來小月23號就可以打了 但是你沒辦法 然後 那一天我碰到原子 那個 那個 這個 沒有去過 我接受 那 他再繼續講 我就覺得 很好 你給我 發覺的事 他跟我們 你給我發覺的事 他說 人類這不是大問題 我說為什麼 他就跟我講說 為什麼 人一定要冒著風險 去打 那 他不是 給那一些 藥廠 大賺 奇蹟 全世界 幾億人 一個人 收 十塊錢 台幣 十塊錢 幾十億 幾萬 恐怖 而且不是一級 他說 為什麼 我要冒 三次的風險 生命的風險 才能保護住我的安全 那他還要跟我講 他說 為什麼要打風險 為什麼要打風險 我冒一次生命危險 足夠 我為什麼要打風險 還是 我問各位 你們 這個的目的是什麼 擔心誰 不要 過關 王子傳染 我覺得不是 我 對 不要眾生 不要死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是不是 傳染那是另外一回事 講實在話 年輕人不容易傳染的 而且多半都是 沒無症狀 所以比較要注意的是 你們的無症狀很容易影響到家長 家裡面有老一輩的話 比較危險 是這樣 那最主要 每個人都要擔心的是 避免重症死亡 那我問你 我現在打了一劑 我是不是 裡面有 那個 勞力效果 雖然他會降低 但是 代表著什麼 我 變成重症或死亡的機會 減低很多了 基本上我已經 應該是 可以隔離的 那我只能打 第二劑的目的 這告訴你 我知道了 有一個對立生在於 第三劑的 第三劑 第三劑做 第三劑 第三劑 就這樣 把那麼多 在體內 是不是人體不共復個人 就適合 怎麼會問到 你知道嗎 日本已經在研究了 日本已經在研究了 日本今年年級就有個對決 但是那個口罌的不是預防 是治療 是治療 等你感染你又治療 所以你為什麼要打 日本人他們是做治療的 所以他們 很多人不去打 但是坦白講 日本也付出很多代價 死掉很多人 這是事實 所以人類就是 日本人講的 真的是辦法 你要冒兩次生命的風險 去打這個罪 很多人都很 我昨天去上課 就碰到一個學生 他跟我講到 說他阿伯 就是打疫苗 一個禮拜之後 就說 心臟就打 說 他是不是那個 沒有人知道 但是基本上 機率是很高 要不然怎麼會出事 只那個真的都要很小心 所以像我經常跟朋友或學生一樣 這種方式牽涉到生命共同的 所有人都不要替家裡做事 也不要替家裡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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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重要 自己去選擇 你要討論 因為自己對自己不只 只能自己同 我也不會鼓勵說 叫我們叫打孩子 我不會做 我不會做 因為我們家都承認自己 自己去決定最重要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先知道你個人是一個問題的問題 還是要尊重你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 我大概要不要找那個資料自己去 真的 所以這種東西 真的各位要對比之 為什麼我希望各位 我會把你推出來 你們可以看到我都是很多報導 你看日程報導 可以做母 要不要搞 不是 要不要做什麼 還是不能承認 台灣的報導是 有一點公平 訊息是怎樣 去比較不外的東西 你自己瞭解後 會去選擇自己 哪一種比較美的 哪一種的威脅技術 都差不多 那是什麼 很多東西 都差不多 這看法 你在找不到 那邊 讓我認識 相當的 如此 不過 而不是這種病毒式的 其他的都病毒式的 讓你產生高低 所以對於身體的刺激性跟管頁比較多 有哪一種是對的 我這些訊息都是從學生或者是日文